再补充一点啊 补充一点什么呢 就今天看的新闻啊 就是苹果把它在美国 唯一一条生产 那个 一个什么 苹果pro那个生产线啊 移到中国了 生产线移回中国了 这也粉碎了很多海外一些媒体啊 说什么 生产线都移 都移离移开中国了 向其他地区啊 转移了 就是资本外逃了啊 现在美国 是不是 美国是降息的趋势啊 现在只有傻瓜 是不是才持有美元呢 这个新闻啊 这个新闻又印证了 我之前那个观点啊 就是什么 贸易战到最后 很有可能是美国这个川普 给中国打工 现在越来越看向了啊 这个底层逻辑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还是啊 这个贸易战对中国有利啊 所以它一直没有停啊 这个贸易战 很多人不理解啊 如果早几个月我讲 你觉得我可能是精神病 但是啊 今天走一幕一幕的啊 一个一个新闻爆出来 你就知道我为什么 提前几个月我就告诉你了 我今天给你稍微解释一下啊 就通过这个苹果这个供应链啊 从美国移到中国 我给你解释一下 底层逻辑 我先给你说一下啊 我还是给全哥们讲 首先啊 这个苹果这条生产线啊 川普讲了 你如果离开了美国 这个生产线生产的东西 是要加关税的 再回到美国 但是即使这样 这条生产线 还是要移离美国 那就说白了 你加了25%的关税 我在中国生产的东西 也是有利润的 那你反过来想 你反过来都克了25%的税了 还有利润 那你想美国生产 是不是 那个东西成本要多高 你就可想美国的用工成本 美国的地 是不是 美国的水电 美国的这个土地啊 人工啊 各方面税收啊 这些成本有多高 你这么想 是不是这道理 都加了25%了 苹果还是要挪到中国 我加了25% 我在中国生产 我还有利润呢 卖到美国 可能还比在美国生产便宜的 那就说美国的 他这个怎么说呢 他玩虚拟经济 他那个美国的GDP啊 我告诉你 有50%以上 甚至70% 80% 是什么 是玩金融 炒起来的 明白吧 是玩什么 玩虚拟经济 玩虚拟经济 玩那些股票 债券啊 银行这些债务 发钱嘛 玩的是金融 第三产品 实体经济啊 它实际能生产的东西 占GDP比重很小了 农业更是 看着好像农业很大 那个东西不值什么钱的 那么现在说回来 美国 由于他的物价高 生产成本高 他这些制造业 不可能回到美国 那么他跟中国打贸易战 不是光跟中国了 跟全世界现在都在打贸易战 跟法国也要掐了 跟法国也要掐了 跟全世界都在打贸易战 对中国非常非常有利 我把这个逻辑重新给你讲一遍 刚才有一个观点就是说 美国物价成本高 而且美国全部都是第三产业 玩金融 这是他在行 他玩制造业 他没有优势的 生产成本非常高 但是他还要把制造业挪回美国 那挪回去的是什么 只能是组装 就是最初级的 盖一个工厂 然后把买来的东西 组装完了 再出去卖 这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 你要从头生产 美国的成本太高 那他只能做组装 组装就是来料 来料加工 或来料装配这种东西 然后再出口出去 这是他未来的理议能做的 那么现在说了 美国又跟墨西哥打 又跟加拿大 又跟全世界都在打贸易战 打贸易战 现在美国很有优势 跟很多国家签了贸易协定 他重新签了这些贸易协定 是有利于美国什么 减少逆差的 这个逻辑没道理吧 美国现在川普所要做的一切 甚至跟那个WTO 是不是要退出 都是为了什么 减掉自己的贸易逆差 让自己的产品出去 然后呢 美元或国外的钱 我赚回来 是不是这个道理 他要去赚别国家钱 就是大量把自己东西出口出去 那么刚才我那个逻辑告诉你了 他现在因为啥 他的物价高 人工成本高 他能做的都是啥 加工 是不是 组装 然后再出口出去 他加工组装的东西 会大量的 由于他跟全世界打贸易战 会大量的出口到全世界 这个逻辑没问题吧 是不是 你这么推 大量加工组装的东西 因为川普的上台 因为川普跟全世界打贸易战 会大量的出口到全世界 别的国家不敢惹美国嘛 所以只能 就是说跟他签一个 不一定等条约嘛 让你加工 你组装东西 大量的去全世界 那么美国 加工组装的东西 又来自哪个国家 中国 毫无疑问 中国是所有所有 这些加工组装 原配件的 来主要来源国 那么会不会增加 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加 想明白没有 你说中国进口的也少了 中国可以什么 卖给越南 卖给谁 卖给第三国 墨西哥 然后墨西哥 再出口给美国 直接从中国进口 有关税 那我转一个嘛 最后这些东西 还是什么 还是进入美国 美国把它加工 把它组装完了 再销到全世界去 美国出口多了 等于是中国的东西 也出口多了 对中国有利没有 这也是一个 一个观点 我给你解释完了 你就从苹果 这条生产线 要挪到中国 你就可以看出来 你就可以看出来了 是不是 他把苹果那条生产线 这么高成本的 加关税 我也要挪到中国了 你就可以 这些衣服 间接的 你看到美国 生产成本有多高 他未来出口的东西 都是加工 或者什么 简单 连加工都没有 就是组装厂 组装一下 就卖到全世界 组装之前的东西 谁造的 中国 这也是川普 其实心里明白了 明白了 所以他现在不能跟中国 是不是 把这个贸易产打到底 他也只能忍了 忍让了 因为如果把中国所有东西掐死 他连组装的东西 没有原料组装 他拿什么组装 拿什么卖到全世界 拿什么减少世界的贸差 贸易逆差 所以我说了 最后是什么 中美两家在玩世界 这个大市场 中美两家要切全世界的 这个蛋糕 最后啊 这场贸易战 很有可能是 中美两家双赢 我之前说过 贸易战对中国有利 但是啊 我还有啊 今天说贸易战 最后对美国也有利 这就是中国一直和美国 不签贸易协定的原因 因为这场贸易战啊 是一个什么 中美两家 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 一个重新分配 这个世界啊 底层逻辑是强权的世界 你资源大 你国家强 你的产业链齐全 你就能切世界蛋糕 那么现在看 中美两家 就在切 重新分配这个市场 重新分配的国际市场 来挣全世界的钱 我把底层逻辑已经告诉你了 后续啊 后续 美国啊 如果 像特斯拉呀 苹果都挪到中国来 他只能做什么 就是组装 组装 为了减少自己的贸易 逆差 他只能组装 他更依赖中国了 所以啊 我现在啊 已经把贸易战未来 未来方向发展 已经告诉你了 双赢的结构 因为你如果啊 这个贸易战对美国也不利 对中国也不利 那大吉他早就把贸易战结束了 现在看对中国 对美国都有利 所以双方不 不愿意签这个协议吗 打到你痛苦了 是不是 很疼很疼了 你怎么你都签了 明白吧 到现在也不签 双方有利 底层啊 我又把世界现在已经 不让讲的事 我告诉你了 你千万别觉得 中美双方掐来掐去 那些小国得利益了 那些小国在底下 看他们的两人争啊 我们迂翁得利 你们这些小咖呀 你们这些小 就是小 小利班 小什么 给人打最低级攻的 像越南那种 你们不会捞到什么好处的 产业链重新分配 最后得利的 还是这些 上游的这些国家 重新洗牌呢 正在 而双方已经进入 实质性谈判了 下周在上海 就要谈实质性的了 双方 是不是 开始划分世界了 雅尔塔协议 三巨头往那一坐 把世界就分了 把北朝鲜 划条线 就给你这个是 是不是 那边是我的那个是你的 就把世界分了 上海下个星期 就是要划分世界的 经济版图了 很多人还不知道呢 我今天又告诉你一个 又告诉你一个 看我这三头 好久没练啊 这这录个视频 我看出三头来了 哎呀 还行 有点行 所以啊 我告诉你了 下个星期 重新划分世界 而且贸易战 为什么不停的原因 对双方都有利 都有利 就不能停啊 就不要停啊 好了 我从这个苹果 这个新闻啊 给你引申出来 贸易战对两方都有利 我之前讲了 对中国有利 现在啊 就是 中国和美国 也是什么 两个大国 双方也有互相依赖的 所以双方 肯定也会 互相之间妥协 美国也会得利的 那么最后啊 还是两个老大 把领地分完了以后 一起来瓜分这个世界 不要幼稚啊 小国的一些人 看我YouTube那些小国国民啊 你们太幼稚 不要自己幸灾乐祸 以为自己啊 是不是可以翻身了 你翻什么身呢 啊 啊 感谢观看